- 本集節目由哥哥羅和六福村主題遊樂園贊助播出 - 歡迎收看魯丹當家 - 我們是被贊助的魯丹當家 - 真的耶 - 是只有我們還是賣卡貝都有贊助 - 應該是賣卡貝都有吧 - 因為我們最近也沒有讓你們騎勾勾囉 - 是啊 那為什麼勾勾勾囉會贊助我們 - 六福村也就算了 - 就是冠名來打一些宣傳還可以理解 - 勾勾勾囉是不是 - 可能也是跟六福村同樣道理 - 他們可能在其他節目有那個吧 - 可能禮拜四有區 - 所以就全面置入這樣 - 去勾勾勾囉還那個動物園那一圈 - 還動物園 - 動物園 - 里華六福村一個動物園區你知道嗎 - 我知道 - 他們分兩圈 - 一區是動物園 - 一區是那個友台 - 騎勾勾的這樣繞一圈 - 所以拿來分享一下 - 好 - 我們來到了禮拜二 - 很快喔 - 欸 - 今天幾號 - 今天七號 - 八七節 - 八七節 - 這個是莫名其妙在台灣突然展現出來的 - 展新節日 - 八七節要幹嘛 - 就覺得 - 購物是不是 - 今天大家的智障 - 購物 - 跟購物有什麼關係 - 我不知道我是覺得通常會突然冒出一個節日 - 可能就是要購物 - 那應該跟大陸才會這樣 - 今天比較沒有商業的 - 今天就只是諧音 - 然後關 - 八七節 - 那這個節日應該年紀很輕就是了 - 八七節應該要訂個名字 - 什麼網民節之類的 - 去年同一天好像就沒有這樣的慶祝活動 - 去年 - 去年 - 一七年去年 - 不是啊今天也沒有吧 - 今天有慶祝嗎 - 今天有慶祝嗎 - 沒有慶祝 - 但是為什麼會突然講到八七節呢 - 因為就八月之後 - 就只是純粹的諧音而已 - 沒有太大的重點 - 應該沒有真的哪裡有在慶祝這個東西吧 - 八七節 - 頂多就是會有人跟你說 - 八月七號這個訂閱特價的直點99妹之類的 - 哦 - 最多就這樣子 - 其他的應該不會有 - 八七節 - 八七節 - 那明天就是八八節啊 - 八八節啊 - 八八節 - 是不是 - 我們目前 - 更重要的八八節 - 目前 - 二十六樓有人要慶祝這個節日了嗎 - 原本以為 - 你明天不來是你要去慶祝這個節日 - 真是可惜 - 還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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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們是不想要嗎 - 八字都還沒一筆 - 不一定啊 - 八字有人輕輕點一下的時候 - 我才跟大家講 - 好 - 好吧 - 如果那個毛筆已經沾絲插上去了 - 那個瞬間 - 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 不是已經沾絲插上去了 - 現在還沒 - 還沒 - 現在毛筆都還沒買的 - 毛筆都還沒買 - 對對對 - 所以就 - 是這個樣子 - 明天剛好不在 - 不管明天的事情 - 不管明天的事情 - 那 - 八八姐大家有要幹嘛嗎 - 雖然你自己可不清楚 - 不過 - 畢竟你都在這邊了 - 應該多少會清楚 - 工作 - 說我嗎 - 大家 - 還是要來上班上課 - 還是要工作 - 還是要上班上課 - 那你要打個電話嗎 - 應該會吧 - 那你要寄個 - 自己的協生籍嗎 - 老爸 - 這是我在台北大拼 - 努力得來的 - 你女兒已經長大了 - 不信你看 - 你看 - 這應該不需要給爸爸看吧 - 那你爸爸知道嗎 - 但我的確有啦 - 我有寄回家 - 一本喔 - 但我不知道他收到了沒有 - 那你有問他說 - 看完之後感覺怎麼樣嗎 - 我還不知道他收到了沒有啊 - 還蠻早 - 你最近才記得嗎 - 還蠻早 - 沒有沒有沒有很早之前 - 應該說那個 - 應該說那個 - 那個Forgiveness那邊 - 就有問我說 - 不知道公關本 - 然後我就有一個 - 有一個就是寫我爸 - 我們家的那個地址 - 對對對對 - 那應該早就到了 - 應該早就看到 - 只是他沒有跟你講信 - 你只是不敢跟你爸講說 - 說心得感想之類的嗎 - 他應該他自己會跟我說啊 - 他自己都跟你講 - 他可能他還沒有跟你講 - 還沒啊 - 如果是老爸 - 我可能也不想講 - 我爸會看乳蛋當家 - 爸 你看到可以跟我說感想 - 爸 我在這 - 明天500次心得 - 真的 - 跟您女兒講就好 - 不要跟我講 - 不然你可以自己的大賣客 - 自己的大賣客 - 自己的大賣客幹嘛 - 禮拜二來念是不是 - 每次有問題 - 都叫他們自己的大賣客 - 問大賣客 - 他是乳蛋的替身 - 他是乳蛋的替身 - 是 他比較清楚 - 好 我們來聊一下 - 剛過完生日 - 對啊 - 在禮拜五的時候 - 對齁 - 我忘了帶禮物給你 - 幹嘛 你要送我什麼 - 我要送你禮物 - 那你要送什麼 - 我忘了 - 你都忘記你要送什麼了 - 不是 不是 - 我是說我忘了帶禮物來 - 有兩千塊就好了 - 呃 - 比較實 - 偷偷 - 接近兩千 - 你要給他一個神秘感就好了 - 不不不不不 - 給我兩張千塊放紅包裡面 - 我可以接受 - 沒有沒有 - 你今天每一代 - 下一次見他就是 - 他甚至過了快半個月的事情 - 對 - 很常見吧 - 認識很多人都這樣子啊 - 就 畢俊也不是那麼常見面啊 - 我就不見 - 我要買禮物送你喔 - 每週一次啊 - 我們算蠻常見的 - 對啊 我們已經很長了 - 我跟LD的見面之數只差你一點點 - 對 - 所以就下禮拜再拿給你 - 如果我記得的話 - 那你要有神秘感嗎 - 那你要有神秘感嗎 - 還是你想要先公布 - 你可能會給他什麼樣的東西 - 講了 - 好像 - 其實還 - 算了啦 - 那好 先給你 - 看了一下 - 想要有Suprise感 - 想要一個Suprise感 - 因為你沒多好講出來有點心虛 - 那不如就 - 到時候在現場才開就好了 - 真的 你在很早期的時候 - 送過我一個鋼鐵人的行動電源 - 好像有這麼一回事喔 - 對 我一直都沒有打開過 - 用不到 - 一來用不到 - 二來那個真的有過打 - 你把他當模型啊 - 對啊 所以就是不用開 - 因為他本身就是放一個 - 他就放一個盒控盒 - 他一直帶有個玄關 - 還在有玄關嗎 - 我已經忘了 - 其實根本就已經不見了 - 我有可能丟了 - 已經消失了 - 可是他真的很厚 - 所以我一直沒有來用 - 加上我自己都行 - 那這樣LLE有送你生日禮物嗎 - 你有送他嗎 - 沒有 - 從來沒送過我東西 - 真的假的 - 他也沒送過我東西啊 - 對 - 禮尚往來 - 這是男人的友誼嗎 - 不一定啊 - 生日的時候不送東西 - 因為我覺得生日不用特意 - 但是出國的時候 - 有時候想到就會買一些東西 - 上次不是有買那個什麼奇怪的香嗎 - 什麼檀香 - 對對對對 - 小香包 - 那一包 - 小香包 - 微笑小香包 - 微笑小香包 - 得穿家康最愛的小香包的味道 - 得穿家康的味道對不對 - 家康的味道 - 有啦 - 我把它收在我的抽屜裡面 - 會一直放抽屜 - 會香香的 - 沒有在用 - 好 - 那過了生日其實不會有什麼變化啦 - 就是這樣 - 你知道年紀越來越大了 - 過生日就越來越沒實感 - 不太會去過吧 - 就那一天可能會去吃一個什麼 - 平常不會吃的 - 那一天去吃了 - 因為就是它在花博旁邊 - 很像花博旁邊有一間叫 - 歐文 - 歐華 - 歐文 - 歐華酒店吧 - 你去附近的酒店吃了 - 它那邊有一個 - 就是有個貴的牛排 - 去吃吃看 - 人腰那天就一直傳牛排照片給我看 - 普通 - 普通 - 啊多少錢 - 喔 - 很貴 - 很貴 - 很貴然後普通 - 就是因為我平常自己沒事就是已經在吃牛排了 - 然後價位就便宜很多很多 - 然後那個我就已經很開心了 - 實際上吃到這麼貴的也就是那樣 - 覺得沒有 - 整個label沒有提到多少 - 是有啦 - 就是這個錢 - 貴的話哪種程度 - 到萬嗎 - 沒有 - 大概一半而已 - 數千 - 數千 - 那你不會想說 - 找一天機會就真的去吃那種 - 破萬的 - 可是台灣有破萬的 - 要找到破萬的真的也不容易 - 對啊 - 1101景觀餐廳 - 那個一樣也是真的 - 應該很大吧 - 那個我覺得了不起吃景觀 - 那個不是吃萬的 - 所以也不見得好吃 - 就是你要台灣最貴的 - 有名的我也覺得吃到幾千就很差不多 - 盧斯葵就很誇張了 - 可是他也是幾千啊 - 盧斯葵 - 他有到很好吃嗎 - 他就很好吃 - 他算是指標的一個牛排餐廳 - 我吃過三間很貴的牛排了 - 都是很精緻 - 東西有過多 - 然後很貴 - 盧斯葵有吃過嗎 - 有吃過 - 教父咧 - 教父還沒 - 教父是什麼 - 也是賣牛排的 - 教父年底可能可以考慮一下 - 年底 - 本來就是那種很貴的 - 可是吃過之後就是 - 好像就是 - 就是那樣 - 就不會有特別的那種喜悅感 - 對 - 確實就是這個價這個錢 - 然後吃這樣子的肉 - 那還是說日本的會比較好 - 和牛 - 應該日本就有機會 - 吃和牛 - A5 和牛就有機會 - 就不知道 - 因為其實吃過很多次和牛 - 會發現他有過油 - 他們就是那個優勢 - 他主打就是有過油 - 和牛也是牛排嗎 - 也會煮牛排嗎 - 就牛排會燒 - 看方式 - 只要看那個肉本身就對了 - 大部分就是壽喜燒跟火鍋 - 跟燒烤 - 好像比較少看到 - 和牛牛排就很少看到 - 應該還是有 - 應該是有 - 比較印象深刻的是 - 我去吃牛排的時候的那個服務生 - 就從頭到尾都很普通 - 這是我們的 - 然後跟你介紹一下這個菜品 - 然後那個味道 - 結帳的時候就過來 - 今天服務跟餐廳滿意的嗎 - 那不好意思可以請問一下 - 那就是請問您的行業是有從事直播相關的這個部分嗎 - 對是 - 那請問是叫做餐餐自由陪伴 - 喔算是 - 欸欸你好 - 吃完了之後才這樣講 - 為什麼喔 - 就是觀眾啊 - 他都已經認出你了幹嘛還要這樣問 - 不是你就會有一種實際上 - 因為他們是高價產 - 他們就是 - 他們還要講門面跟那個服務 - 如果他們中間就是去弄 - 就是去問這樣 - 會打擾客人用才那種感覺 - 應對進退跟用資顯示都會有差 - 所以就覺得 - 即使他知道你就是本人 - 他還是需要這樣問 - 對對對對 - 然後從頭到尾文職兵 - 比你長臨還蠻帥的 - 就有一種 - 唉唷真的是在做舞台上打工的傢伙 - 對對對對 - 就是這個價位 - 然後在各方面都 - 確實有打擾客人 - 所以如果他這個價位 - 然後他拿手就說 - 請問你是參歌嗎 - 我可以跟你拍一張嗎 - 欸可以拍一張嗎 - 突然就low掉了嗎 - 對對對對 - 好像在 - 他現在在夜市吃牛排 - 是不是 - 雖然他也難演他興奮之情 - 不過他也有屬於他的專業產品 - 喔 - 最後也有其他專業 - 他就是 - 手伸出來 - 意志堅定的握了一個手 - 連照都沒有拍嘛 - 喔 - 可能拍照就有點太 - 他們那種可能甚至連 - 身上不能帶手提 - 對對對對 - 所以就有一種 - 喔 - 在那個瞬間才意識到 - 這邊真的蠻貴的 - 真的有這個樣的價位 - 這樣好像不錯耶 - 因為就不會被打擾到 - 是啊 - 那一邊確實那一天去 - 就也沒什麼人 - 畢竟他算平日 - 周五早上 - 然後 - 就真的是蠻貴的 - 喔 - 可是那時候花博附近 - 餐廳應該都爆滿 - 但因為那個價位比較高 - 所以就不會有 - 然後其實離了一段距離 - 喔 - 因為它的方向是在那個 - 捷運站的另一邊 - 嗯 - 就是它是遠山捷運站嘛 - 然後走進去鎮驗館嘛 - 它是在鎮驗館的這一邊 - 走了十分鐘左右 - 十五分鐘要 - 這麼久 - 你們是走過去的喔 - 你們是先Google好 - 找了餐廳 - 然後確定要這一家 - 才走去 - 還是一邊走一邊看 - 我們一開始就預訂好了 - 那一間 - 然後剛好還在花博 - 都預訂了喔 - 主要就是因為生日的時候就是 - 因為你也不會想要買什麼東西 - 想要早就都買了 - 買不到的就是現在也買不到的就算了 - 不如就吃點什麼特別的 - 平常不會吃的東西 - 經驗 - 然後就剛好找到它在花博旁邊 - 吃完就去那邊看一下PS這樣子 - 然後PS繞一繞 - 而且你那天很早就走了耶 - 因為沒幹嘛 - 又不知道幹嘛了 - 然後在那邊大家聊聊天 - 又下雨 - 就有點不爽 - 對啦 中午下午的時候 - 那天雨下超大 - 然後排隊打電動那邊 - 排有過場 - 我是最少玩 - 但是一樣排蠻久的 - 我那時候去的時候它也是很... - BR區幾乎也都是一半以上都是發完 - 你就走過去了 - 讓開 - 我一直想這麼做耶 - 可是總是做 - 我就被人家丟出去 - 我想算了 - 不會不會不會 - 然後我就因為一直有聽說 - 現場會有惡靈古堡24玩 - 我就找啊 - 好不容易找到了 - 然後我排了... - 它那個也是... - 就是人洞啊 - 我就站在旁邊看啊 - 然後就可以很明顯地看出 - 有沒有人在打電動的 - 像就是有在打電動的就很快 - 它就只很想要體驗這個遊戲到底可以打到哪裡 - 對... - 什麼東西它都rush - 就是能不打又不打 - 能吃補就吃補一直往前衝 - 然後就直接進到 - Thank you for playing - 直接結束試玩 - 直接結束試玩 - 然後就有看到那一開始殭屍碰出來 - 第一隻就被咬死了 - 然後咬死之後就... - 然後就是... - 它不知道怎麼辦 - 因為已經game over了 - 然後它就... - You are dead - 然後它就問它怎麼辦 - 然後在公眾裡說 - 那體驗就到這邊結束了吧 - 只玩五分鐘 - 我說好可憐喔 - 都沒玩到耶 - 這樣沒關係嗎 - 一人一條命喔 - 立刻死掉 - 不好意思喔 - 你不會玩不要玩喔 - 想要玩再排一次喔 - 你命用完了喔 - 所以就... - 就會很明顯看出來有沒有... - 這個人有沒有在打電動 - 真的好笑 - 有沒有接觸過真的有沒有 - 然後旁邊就是其他一些有人沒的 - 坦為就是稀稀疏疏疏 - 比較熱門的像... - 那個... - 大... - 無雙沈摩3 - 那邊好像有人在玩 - 蜘蛛人也蠻多的 - 蜘蛛人也蠻多的 - 蜘蛛人算這次主打啦 - 因為Sony他們主打的啊 - 他們自己引頁的新遊戲 - 這樣9月吧 - 9月出了耶 - 差不多要出了 - 對 9月底 - 好 - 這就是PS嘛 - 那大家分享一下 - 這個... - 你好像去也沒有多久 - 我去3天好不好 - 可是你去那邊幹嘛 - 你是工作人員還是... - 我去的時候算是 - 受邀實況主的人去那邊嘛 - 喔 - 你說去BYOP - 那邊POSE - Bring your own Playstation - BYOP - 英語本當上手 - 厲害 - 那你有扛了什麼東西去嗎 - 我都跟公司借 - 最懶 - 加入賣咖啡之後 - 所有東西都很方便的 - PS4 - 他們禮拜五要用 - 用完我就馬上接過去用 - 霧盡其用 - 真方便 - 真方便 - 啊你在那邊幹嘛 - 打電動 - 打電動然後聊天 - 混混時速 - 沒有啦 - 體驗一下那個氣氛 - 因為我也想要去排 - 可是 - 就很久 - 然後 - 我去的時候有時候都是下午 - 可是下午就從BR那邊 - 一半就發完了 - 然後又要排很久 - 蛤 - 怎麼這樣子 - 然後就是到處看看 - 然後跟看他們後台在幹嘛 - 然後跟 - 在那邊 - 就用他們 - 就接PS4 - 然後在那邊看比賽 - 因為那時候EVO - 就看EVO跟那些比賽 - 喔 - 欸有啊你還有去現場發草莓啊 - 我有去現場 - 為什麼你會現場發草莓 - 為什麼沒聽說過這種事 - 這第三天的適兆 - 這是幹嘛 - 我看他拿了一個籃子 - 然後在那邊 - 然後問我要不要吃草莓 - 去Social啊 - 說 - 欸你們辛苦啦 - 待三天 - 那補充點糖分啦 - 吃點草莓巧克力 - 等於類的 - 你怎麼會有草莓巧克力 - 他現場打的那個籃子到處 - 把胃味 - 我們有其他人準備 - 特別準備 - 特別來PORMME一下你 - 對對對 - 吃死 - 好 好 然後我記得我那時候走一走 就是我在外面晃了晃 我有送到那個就是 Clessie裡面了 然後就走一走 他裡面有一區是Just Dance的 嗯 然後走一走就突然說 欸!LZ!LZ! 然後說 要不要一起跳 我說哈? 然後他就把我找回去跳 然後我還真的陪他跳 是觀眾嗎? 好像是吧 我也不知道他應該是觀眾 但他叫我LZ 那我相信他應該就是觀眾 然後 就其實是實況主 我也不知道 我就看他跳得汗流夾背的 他就蠻深深的汗 然後說他要不要一起跳 我說好 一起跳 然後跳完之後 我就說 可以走了 然後他就下去之後 然後突然又來另外一個 然後說 換我一起跳 好可以 哇 人真好欸 就這樣跳兩首了 然後說 輪到你選了 我說我沒有 我等一下有事情 我先走了 謝謝你 終於要跑了是不是 因為我這樣說 這樣就可能有點沒完沒了 那我就每個人都跳到了 差不多了 你就直接放嘛 看屁啦 趕快啦 他不想要讓他的手收入鏡 一樣啦 我們這邊就 就只能這樣子 不然就這樣 喔這個好長喔 好長喔 對啊 他是不是進化了 還是他變扁 你是說跟平常的嗎 對啊 就根本不同牌子的水啊 不是啊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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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說這種 這種長度 他的 長度 我覺得變細了 對啊 變細了 我們是有工商是不是 沒有 不用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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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特別看啊 他還是六百毫升啊 為什麼看起來變比較長 好奇怪啊 嗯 還是他設計上的樣子 這種東西 應該 他真的比較長耶 這種東西真的特別討厭 他真的比較長 因為你如果在打工的時候 他進這種東西 你就要一整櫃 因為他比較長嘛 然後你平常塞不進去 所以你就上面那一層一整櫃 你要先抽掉放上去 再全部放回去再放這個 好麻煩喔 打工仔最討厭的特殊規格 是 而且那個就是 冰箱就算了 有一些就是放在常溫的 一樣 你要先把上面那層全部拿下來 搬上去 再放進去 好麻煩喔 尤其是 血漢 血漢公司的時候 還有我們這個是不冰的 好不好 不用放 不用放那個冰櫃 很殘酷的 血漢公司就一個人自己想辦法搞這些 然後其他人就 就在旁邊 打混 真的很幹 可憐 所以他真的比較細啊 起司 比較細然後比較長 好 葉子咧 在Sony 你不是三天都有工作啊 做哪些事啊 我只記得你第三天有受網站的主持 第一天 敲架Stance 對 在同樂舞台 然後下午 我下午我幹嘛去了 我怎麼知道 我幹嘛去了 我怎麼會知道 喔那個 拜我怕後戲 然後再來 拜我怕後戲 然後再來當那個 BIOP 他有Just Dance的關主 然後我 對我當關主 然後跟另外一個 關主一起 真的是 然後結束以後再繼續 拜我怕後戲 哇是喔 為什麼 拜我怕後戲打了這麼多次 對啊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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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中間斷了一次 然後繼續拜我怕後戲 他剛說的 他說先怕後戲之後 然後又當關主 然後再怕後戲 為什麼 哦 對啊 因為中間他們攀排那個時間關係 就沒辦法 就可能他外面那個同樂舞台需要收掉 所以就搬到 BIOP裡面的舞台去鬧 BIOP剛好有那個Juckdance的比賽 對對 然後連著做 所以我就這樣 那也沒差就是了 可能就這樣 都在門拍啦 好這就是禮拜五嘛 啊禮拜六你幹嘛去 禮拜六先簽名會 簽名會 簽他們那個T恤 因為我們 對對對 我跟阿神還有Volfan 那個畫圖的老師 對小蘭的老師 一起簽名會 簽名會結束以後 直接無縫接軌 接到KOF的比賽 從3點半播到7點 哦 嗎 嗯 晚上了 晚上就沒事了 排練 蛤 排練隔天的 哦對 彩排隔天 我們瘦王戰 魔獵人的 對 排到 彩排到11點半 那你不就是連續三天都算整天活動嗎 對啊 我完全沒有 我原本 我原本 看活動 我原本想說 哦我 我好像有時間可以 去BYOP 所以我有報BYOP BYOP BYOP 結果我發現我進去以後 完全沒有時間 我進去就是在吃便當 吃完便當以後 趕快再趕去彩排 或者去下一個舞台活動 所以我完全沒有時間在裡面玩遊戲 好好好 所以我進去都好哀怨 你會想要去排裡面的遊戲嗎 主要是在舞台活動送很多東西啊 抽獎啊 上台抽獎 可是你就是裡面的主持人 你還想要抽東西的意思 我也想要抽東西啊 所以你直接跟PS要我就好了 要我不行啊 為什麼不行 他要送觀眾的 啊你跟觀眾要我就好 講的有道理哦 我不像您 剛好生日要的到啊 我什麼都要的 真的 不過我都不要 我現在比較想要的就是 他們那個 那個 魔物獵人 魔物獵人的吊飾 我那一天就是 原本想要跟他買 然後正準備去講說 前面那個他也要買 然後前面那個工作人員就跟他講說 哎我們這一區 魔物獵人這一區就是 8月5號當天才有 就只有你8日才有哦 不好意思啊 今天買不到哦 然後甚至想要 那就算了 我就買了一件 那個T恤 跟一個杯墊 就離開了 然後一直想要那個吊飾 你說吊飾是 魔物Q 軟Q的那個嗎 那個是他的武器的 哦 武器的 他有武器14種 所以武器要抽耶 對啊他要抽啊 我想說沒差 反正抽到 反正抽到 我覺得一把 結果太好抽了 我要就是 我要什麼有什麼 然後我剛好看他長槍的那個 設計是白色的 因為他的 就14把武器嘛 然後每一把武器都有一個顏色 就只有一種顏色 然後我剛好看他長槍白色 然後這個根本還蠻好看的 其他一些奇怪的 青色啊 死綠色啊 死綠色的 還有老太婆子啊 那種就是一些很醜的顏色 就剛好長槍是擺的 噢 剛好我想要這個長槍 噢 這個你一定很難抽 結果沒有 結果沒有 因為本來想說請人家去排 或是什麼的 然後我那天早上有人發照片 就是發那個排 排魔物鏈的周邊的照片 人籠就是排到 跟最後一天人的FF很像 就有點不好意思 啊算就不排了 沒有就算 我記得他有限定一個人只能買幾個耶 一個 像他們那個有一個小型的 那種魔物模型也是一個人限公司 我記得都是一個人限公司 魔物模型完全限公司 吊式應該沒有限定吧 但我覺得應該有上限數量 應該有 因為他這次所有的東西都 數量都很少 對啊 因為那些東西都是日本之前蠻可以過的 有看出來 然後他這次台灣辦展 特別辦一次 因為他們台灣這次獸王杯是官方主辦 兩個製作人都來了 還蠻驚人的 十本兩下 是的 連送的那個 那個 冠軍的獎品都這麼的佛 他那個就是屌嗎 還蠻驚人的 那這次獸王戰有什麼 心得嗎 你有感受到什麼嗎 喔我拿到那個腳本超厚 這麼厚 一定 要求太多了 而且製作人在旁邊 超恐怖的 對啊 而且其實 其實 因為我彩排 前天彩排 就彩了好幾次 然後隔天 隔天又提前了 大概一兩個小時就到會場 然後又一直在對那個RUN DOWN 其實流程都記的差不多 但是你一上台 你就會 忍不住還是想要看那個腳本 因為他就是一定要照腳本去走 一字一句 還是指整個流程 整個流程 可是整個流程應該不容易跑掉才對 就比如說製作人玩之後 那就是一起投票 但是包括訪問製作人的順序 跟你提的所有東西都要照順序來 然後就算你記得流程 但你還是會怕 整個順序 你問的問題 第一題跟第三題都不一樣 對對對之類的 所以光當那個時候你們都要背起來就是 可以看嗎 可以看我們拿在手上 對因為他們也不希望我們出錯 他因為我們就是看著那個腳本去走那個流程 那有出什麼小差錯嗎 整體來講 還好耶 還好沒什麼 因為那個時候看直播跟看那個 後來的紀錄檔 好像都沒遇到什麼大問題 好像 我不知道 這是誰 是別人跟我講的 就盧比好像有點主持 他有點ㄎㄧㄤ 那是什麼 我們現在要抽出20位 我們現在要選出20位的觀眾 然後抽出20位的資格來簽名會 不是選出20位然後抽20位 只是要抽順序是不是 看來他不是累了就是有點緊張 看得出來 對啊因為我們其實都還滿緊張的 因為畢竟製作人就是都來了 日本廠商嘛 就是這麼硬 但其實還不錯 因為現場在舞台上看那個比賽還滿刺激的 是啊 我在後來補紀錄檔也覺得不錯啊 打得滿有意味的 喔你有看一二名的 我全部我就是一到六名都看了一次啊 你是跟直播還看紀錄喔 都有 直播看了一點點 然後後來完整是看紀錄 才比較有理解東西 學大看我真的很好笑 學大看我 你知道學大嗎 我知道 採學是不是 不是我不是說那一對 我是說你叫學大 我知道啊不是就採學嗎 我有到台下去問他 他說你有看到嗎 他說有有有我有看到 然後我跟你說 你們就算打再好 我也不會看你們 我一直覺得他們真的很夠悲 然後現在居然直接當對比 而且好像打到日本去了 對 打到日本去是 據說他們有要去日本的樣子 喔是喔 成績是ok的是不是 成績一二名好像都會去的樣子 不知道我們那時候主持說只有第一名 對 然後劇傳因為他們那個Solid 讓官方都比較有 覺得說用這種稀少的武器 還可以打這麼好的成績 真的 而且是打到滿漂亮的 打得滿順子也滿漂亮的 對啊 不過第一名很明顯 那個就是完全走過劇本 輾壓 對啊 他們有把什麼東西可以怎麼做都做出來 他們就是最典型的跑法 也不算典型 因為日準不是幾乎都是這個套路嗎 因為你要找到這個套路 其實你要真的有足夠理解心 對啊 然後我比較意外的是 超重棍加單手劍竟然算主流 或者是雙超重棍 我一直以為會有一隻錘子 我以為會配錘子 對啊 錘子在那個場地是可以利用 可是他們可能想要把那個 騙手打裝 因為你要用到錘子的話 你必須要跑到最後面的那個 那個小斜坡 然後一直跳 對啊那個斜坡區 你在跑的過程之中 可能就會出來了 對啊 想說算 再來就是裝備吧 因為他們這一次專門的裝備 我看到那個 那個叫做什麼 超重棍身上好像是有帶 帶明燈籠的 就是會有利刃 業務 就是你砍的那個斬 會降到速度會比較慢 另外是因為這個關係 所以超重棍身上 就不用磨刀啦 對啊 加上他們那個超重棍 可能裝備的 火力也配得不錯 所以才超過錘子 不然我真的一直以為會有一隻錘子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對啊 因為錘子你要以騎乘 要火力要控制 要錘頭也要 都做得到啊 然後就覺得沒有 還滿神奇的 好意外 看來果不其然 我們單手劍還是當今 本世紀最強 他不是本世紀最強的 輔助武器嗎 意外的我實際嘗試去強力配了幾個單手劍裝備 我發現單手劍在這一版還滿誇張 作為主書士來說 是喔 就是它是什麼東西都可以 因為它騎乘能力好 可以自跳 然後打屬性也快 加上它這次新增的反手展 就是原本你以前 就是你只能砍這個部分嘛 然後砍完之後 你就要嘛翻滾 要嘛等硬直結束 你才可以換方向 那這次你直接推方向鍵 就砍一砍你可以砍屁股 然後再馬上砍你 邊砍邊走就對了 對對對就是你可以任意馬上調你要的位置 就因為這樣它的攻擊輸出越來越誇張 自由度比較高 對啊 那你自帶又可以跳 跳上去之後還有一個強力盾擊 攻擊力大 又不看斬那個叫什麼 不看斬位 然後暈眩值又高 就你利用這個東西 騎乘之後 它這個東西不看騎乘 就是你圈按完它跳上去嘛 跳上去 你按三角形它是揮刀下來 然後你按圈它會用那個盾 用盾抄 再敲一次 對然後那兩下傷害很誇張 就因為這樣所以單手劍我覺得 在這一板有點太強了 但是也不可能 那怎麼沒有兩把雙手劍 可能是因為 兩把的話就 可能火力上面 超重棍還是會更好 因為他們都騎在上面有沒有 騎在空中的時候它也要輸出 超重棍可以用 對啊 超重棍的打點有一個 它三個 那叫什麼 精力擠滿之後 原地站著不動按三角形 它的打點很高 對它利用這一點 所以在最後 在第一名 第一名最後 它騎上去掉下來 要死掉的前五秒 它站在地上不攻擊 我其實是滿意外的 我不知道那之間 有沒有什麼重點 可能它騎在一半的時候 血量不會歸零什麼的 我也不確定 所以他們不動不打 不是就是 因為它那個時候 它在下面等 它在下面等並沒有使用 我剛剛說站在原地 你說沒有跳起來打 對 因為它就算不跳起來打 它站在原地往上面 撈那兩下也打到 而且傷害應該也會有三四十 但是它沒打 所以我不知道為什麼它會打 怕它會破壞其身子或什麼 沒道理 因為他們那個一定計算好 那個一定是快死 他們一定是有什麼原因 對啊 我就在想那個時候是太緊張 沒按出來呢 還是 不太可能吧 第一名的什麼小秘密之類的嗎 就不知道 反正終究人家拿第一名 那個壓到四分鐘是滿誇張的 它是四分鐘喔 三分五四秒 所以第一名差日本的第一名 只差了三秒 對啊 那表示他們中間只有一點點 它沒有贏日本的 沒有沒有 日本的第一名太誇張 這個東西有含一點點水基層成分 還是需要點運氣 對 有一點點而已 就是你有沒有暴擊 那個暴擊其實會有差 有些三派不會行的 然後第二名 因為那個嘛 學大看我那一隊比較誇張的是利用了 那個超重 那個叫什麼 超重棍嗎 他們是用 狩獵狄 他們是狩獵狄 對 狩獵狄很少見 狩獵狄一直都是 就是每一個版本都是比較少見的武器 因為不是這麼好利用 打點又太特別了 那它拿出來 拿出來確實讓現場滿震驚的 我覺得回去看了一下VOD 就第二隊啊 我覺得他們比較可惜 應該是SOLID前期 它沒有加到那個全體BUFF 全體BUFF 應該是因為它如果要吹的話 一定會浪費攻擊時間 它一定要邊打邊吹 對啊對啊 才會加到時間 但不知道什麼原因它沒有 就是沒有 它只加了個人的 移動速度增快跟攻擊增大 但它沒有加到 隊友的BUFF 那個東西是只能吹自己 移動速度增快跟攻擊增大 那個只能吹自己 SOLID有BUFF全體的啊 對啊 可是你說移動速度跟吹的 這個只能吹個 所以我很奇怪 為什麼它一開始 只吹自己 它沒有吹全體 它應該一開始就先吹 因為你吹自己比較快 吹自己是兩個同音符 對 就只需要兩個就好 要吃時間 然後再加上打點的速度 你可以做輸出 但因為這一次 現在這個世界的SOLID 它的好處是 它可以吹三個樂曲 然後同時間吹三個 是啊 它累積三個就好 可是你在 就是它 因為它打time attack 你沒有那個時間點去 因為你一定要邊打邊吹 不然輸出不夠 對啊 然後其實第二隊比較可惜的是 SOLID有幾次它 它利用那個斷叉 然後直接 想要跳 有兩次它是沒揮到 而且它被龍撞著 對啊 它剛好跑走 這個比較可惜 如果它有打到的話 應該可以壓到 4分 就有機會 因為第一名跟第二名 我記得差 第一名跟第二名差30秒 對 230秒左右 一個是3分54 一個是4分23 對 差了30秒真的太久了 不太可能 不過確實是打得蠻漂亮的 就是 好 值得一看 那 差不多就這樣子了 剛剛大部分都聊過了 有沒有什麼想補充啦 關於 想參加充王戰嗎 我自己不是 不會特別想要去弄 因為我沒有這樣的朋友 你說沒有跟你一起奮鬥 魔物獵人的朋友 一個 就這麼仔細 然後想要拼到任何 就是所有東西 照著流程走的朋友 這麼作業化的 對 因為你要打那個一定要怎麼做 對 就是要很精很精 早期不放多少東西 對 這個都要精到 而且 魔物還要願意配合你 對 A不行就有B計畫 你可能要A到 沒有魔物不配合你就 逼著他配合你就好啦 你給我倒 沒啦 沒那麼容易 靠心眼 倒 我倒 這樣就可以 其實滿精采的 這一次 獸王戰的精采程度 都是差不多像這樣 比較想看的會是 其實也就差不多這樣子 因為 獸王戰就長這樣 就算這次放風飄加慘走 還是滿好看的 嗯 好 期待之後日本還會有別的大賽 那我們到時候再看線上的影片 欸 來聊一下今天的遊戲新聞 這是上禮拜的 有點懶 有沒有什麼想看 你又沒有看 那個你怎麼會覺得 我沒有很想看 那不如我們就一個一個來吧 PC單機星座 何洛群俠傳 八月中開放預購 是什麼 首次嘗試無界風開放世界 看那一篇 他就你之前不是想要玩的那個 俠客風雲的那個啊 那家公司做的啊 的開放世界 對 但是 他故事是以 你知道金庸嗎 他是就是 金庸的那個 去弄 終於到大多了是不是 張武記 小蝦米 小蝦米那個版本 你知道嗎 就打野球很強的版本 你知道 這界面怎麼有點像魔獸世界啊 哇這界面怎麼這麼像 手機遊戲的廣告啊 哇 哇 層級金庄 登陸就送 登陸就送 這遊戲製作人瘋了吧 登陸吧 游泳 飛天遁地 釣魚 生活技能 移應俱全 VIP10送香歸陪稅 香歸陪稅 香歸陪稅 石頭 江湖奇遇 哎呀 壓死人啦 哇 這個年代直接壓死人 也不會心虛的 不會 江湖奇遇 秘境探索 人心險惡 裡面說 啊 有一本武功啊 哎呀 裡面三個死人骨頭啊 這個叫秘境探索 小蝦米 哎呀 旁邊會不會有一個來破壞 哎呀 吃人熊 不過既然是那間公司做的 我相信會有他的秘密啊 呃 他們想要嘗試這種 就是開放世界地址 因為他們原本就 自由度不就很高 嗯 蠻高的 然後我覺得遊戲性格很不錯 他們要做這樣其實值得考慮 嗯 既然做的遊戲也是 越來越一回想 可是我真的不懂經歷有沒有 我沒有看過 我跟你講我原本也 我也都沒有直接看過 我都是看電視港劇 到達都等我之類 然後跟玩遊戲起來 我自己本身是看小蝦蝦 我是全部都沒有 我不清楚 我不清楚 那你有嘗試我們武俠愛的嗎 哦 我也有多想要買的 我還沒買 打都這樣 聽到他們最近優化蠻好的 對不對 打都 他們先開門欸 他們打都是找那個啊 戰棋模式 戰棋 這比較偏FF吧 嗯 FF後期的那種玩法 就是你可以移動 然後指定你要幹嘛 嗯 類似 他就是一格一格的找 辦即時回合制戰鬥 俠客風力就是這個戰鬥模式 野球拳 哇 快翼恩仇 高手對決 很Lag啊波比 這記憶體不夠啦 換一台換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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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行啊還行啊 整體來講 勇於嘗試是好事 和路群俠傳 哎呀 和路 八零二零一八 八零一二是不是 二十五集相約 他說 指二十一世紀的男主角 小蝦米 在家玩電腦玩到睡著 霧打霧撞穿越的時空 對 來到刀光劍 就到金庸的世界移民區這樣 他是有原著嗎 還是是原創人 他怎麼說原著是 他世界觀就是金庸的那幾本小說 然後他這個遊戲內容是原創的 就是一個叫小蝦米的小蝦米 他有需要這樣設定嗎 什麼意思 好像也沒什麼需要這樣設定吧 他就是 他就是設定 就是穿越 然後你才能 他是把所有世界觀合起來 因為金庸的作品 只是有一點線性關係的 然後他是把它全部放在一起 可是突然之間 他們跑在同一個世界 對 跑到同一個世界 同一個世界 同一個世界之間全部在一起 然後再拉一個現代的人 現代的人 然後你進去 然後你就是跟他們互動 你就是主角 然後你也會看到以前的一些什麼 哇 一些高手啊 什麼楊過啊小龍女啊 然後你可以 哇 雕熊也飛下來還可以起來 你還可以把人家之類的 你還可以NTR養過之類的 這樣 NTR養過 你說什麼好玩 對 就大概這樣子 姑姑啊 今天開始我不叫你姑姑啦 對 今天 要算休啦 恭喜你啊姑姑 然後遊戲就是大概這樣 好 看起來其實比想像中的好 值得期待 不過我可能不會玩 OK 那你有玩武侠愛的嗎 還沒 我最近還是有看到 可是我看現在優化好像不錯 因為我聽說一開始優化 還沒有那麼好 所以優化已經確實比較好 就算我玩玩隔天 好像就變好了 對 我之後應該 所以到底怎麼樣 我清楚 不過昨天六探嘗試 挑戰他玩 我也昨天有看他玩 他嘗試挑戰武林盟主的地位 剛下去被打死 目前還沒有人挑戰過 他好像還有拿長槍也是死掉 對對對 長槍不是拿了就搶了 是我拿了才搶 不好意思 等我成為武林盟主之後 再挑戰你 你武林盟主的地位 整個有一次 一定要第一場就有 不然你就失敗了 真的假的 他是一個成就 你第一場一定要 沒有 那是我的成就 你怎麼好 幹嘛 亂設定 你想挑戰我啊 等你飛下去沒有被打死 再說吧 好啊 可以 比較好笑的是 聽到他一下去 衣服都還沒穿到就死了 對 對 那你有想要買裡面的武侠包嗎 我應該 可是Steam 我不知道有沒有含那個 有 那我應該會買 他就是 你買的時候他就有另外兩個付費DLC 然後裡面也有 就是你 就含Skin的嘛 你一直打他就會賺錢 賺錢可以買包 裡面也會抽到 對對對 他裡面有猜箱子 其實蠻有趣的啦 但是 就跟我想的一樣 一開始玩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好笑 然後玩了兩個小時之後 你就開始想認真 第三個小時就開始覺得有點抽 有點煩了是不是 因為你打不贏 然後拿不倒第一 對對對 因為真的是有 依然是有他的 技術 技術跟運氣成分 對啊 運氣成分有 因為有部分重要的薪金 什麼的要拿 不然你第一場怎麼贏的 你自己都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我拿到長槍 唉唷就因為這樣子 你知道那個長槍有一個 不知道哪一次可以突進 那個突進真的太強了 唉唷 看誰督誰 對誰想要他媽 他一動我就督他 對 然後督過去之後 砍他三下 我往後退他也受不了 哇 對對對 他一想要換弓箭 我就再督他 這樣重複到死 魯家霸王槍嗎 對 我督下去覺得沒有人頂得住 就很爽 來看下一個 新世紀福利戰士劇場版2 有這個 這個 特報影片 什麼影片看一下 他們就是一小片段影片 東映 東映 很快 這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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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跑超快的 好像還改了世界 國外我不要出現 對 他們好像有點迷你世界的 我很久沒有看福利戰士劇 劇場版 他就放這畫面 2020年公開 這感覺通常到後面都會崩 就不知道 其實福利戰士 我一直不知道他到底在紅什麼 就 有一點 就是 就是信仰在裡面 就是看了很久 然後 你就覺得他之後出 然後 就會那個 而且他那時候創造 日本很多的那個 經濟奇蹟 是喔 對對對 在日本賣超好 紅到翻 然後海外也賣到翻 這個幾乎到現在 很多都還沒被圖 可能因為在那個年代 算比較特別的作品吧 是吧 那個時候背景算是相當特殊的存在 值得一看之類的 好那我們來看下一個 國產武俠遊戲 還在武俠 其實下半年度還蠻多武俠作品 這麼武俠是不是 來來來 那我們就看一下 8月8號 又明天上市的天命奇遇 這個是國產的 主隊闖蕩我咧 他們這也是走在 可是這是國產的 啊它是什麼 它單機遊戲是嗎 對這是單機 好我覺得單機遊戲 我就給讚 你一開始看那個也是單機啊 河洛也是單機啊 我看得出來啊我就給讚啊 可是這個是台灣做的 然後我就 我就說他很棒 OK 太棒了 對 現在還有 還有地方會願意投資 而且這即時動運算還不錯 我覺得它模式好像好 比東 這個年代還可以有 那個廠商願意投入 嗯 加機市場 而且他們的那個劇情跟那個 算是比較偏原創的 對啊 你又原創 然後又 願意投入單機 看起來真他媽好玩 這個戰鬥方式跟剛剛那個比好多了 對它這個看起來很像是ARPG的模式 是超重的 你投我吧 2018 8月8日 都會明天欸 唉唷 看來我們人龍3可以直接放棄了 就玩這個吧 然後你要就是玩這個嗎 可以喔 不是啊看起來還不錯欸 對啊 欸 我們天命奇遇好不好 是叫做 甲山林娛樂 研發 然後英特會代理 英特會代理 為什麼英特會還要代理 他們代理發售這樣 那甲山林開發 然後給英特會代理 他是續說一名不羈少年 捲入一個驚天咪咪 身負血海深仇 令他踏入江湖 好不好 飾演找出真相 嗯 江湖上好像都是這個套 就比較江湖上那種故事 但是他是原創的 像我們前面看小小小明 他就是拿金用裡面的情結來套 然後這個是完全原創的 算是比較原創的 然後裡面每個裡面 三大女主角 首度齊聚 什麼意思 就是那裡面 本來沒有齊聚嗎 首度 就他前面資料是慢慢放的 對對對 然後名字都超難唸的 這個女生怎麼唸啊 這個女生怎麼唸啊 造生吧 我會不會覺得 對對對 應該大家不會唸 第二個我知道 行若眉 那個叫你唸年還是唸行啊 行 行若眉是吧 對 純真可愛的名字嗎 蜜月 蜜月是吧 對 完了就是那個造女生不知道怎麼唸 蜜月 大家如果知道女字旁一個生怎麼唸的話呢 女字旁一個生 跟LZ講 OK LZ學會他會 我在告訴他怎麼唸 我在告訴大家怎麼唸 對對對 玩家只要成功博取沒人 放心就有機會觸發神秘任務 戰鬥將有如神助 是 雙修是吧 一類似 看起來應該是 就比如說你修起來 修起來 你修了我趁我修的時候 修了我要給你傳一套武功給你 是 突然你拍一掌 這個山就崩了 對對對 哎呀 很甜蜜的地啊 意外的引起了我的興趣 莫名的 就是這一款遊戲 自情趣是不是 因為我剛剛看他流暢度很高 至少也有144fps 對 只要我的螢幕可以發揮效果遊戲 我都玩 哦 好 那 到底請廠商準備一套給你玩 是 如果廠商準備一套我就玩 好 我沒有問你 英特衛他們 英特衛我也有代理台灣的那個 武俠艾 哦 對 就是你在你想要在台灣買的話 你可以繼續藉由英特衛代理 有實體 對 還有那個一些包什麼的 他們有在賣什麼 蒸氣卡 就是英特衛代理的 可是我那天說 我那天玩完我就退廢了 我覺得英特衛給我 為什麼 抱歉 你為什麼要退廢了 抓到 退 因為我覺得很臭 而且我覺得我贏了 這個遊戲已經沒有任何刺激感了 不玩了 太快了吧 是類似想兩條不玩要退廢那種感覺 是類似類似 然後我不會再買回來 好快哦 好快哦 耶 來我們再來研究研究 下一個是決勝時刻黑色情動4里 有殭屍的混沌故事 絲無忌憚 看這影片 你給我們火 武雄 各位 先生 我們現在是在這邊 就是因為他們就額外 我覺得他們有像DLC在那邊做吧 不是不是 就是他們做了遊戲之後 他們會出另外一個殭屍模式 就是完全跟原本的故事沒有任何關係 可是這些角色是他們有任何故事的角色嗎 也不是 不是嗎 就是他們會完全在做出另外一個殭屍的東西 然後殭屍的忍 殭屍的武器 跟殭屍裡面的模組 跟原充合的部分 那幹嘛關這個名字 因為他是同時出來的 就是《決勝時刻黑色行動 4》 然後又出來《決勝時刻黑色行動 4》 的殭屍 一款三賣是不是 這樣沒關係 幹嘛不弄得出全新的名字就好 這樣讓你好像買一款遊戲雙重小 雙重小 《決勝時刻》一直都是那個啊 就是單機劇情嘛 然後線上對戰嘛 這樣子 像他們一樣 而且這樣好像蠻賺的 對 因為可能真的是倦子玩單 但是還是有金牢 還有線紙只想要 你不能夠把他打掉 就算是那個 你一個人 你一個人 神秘的魔法力量 就是要納費獎子 神秘的魔法力量 好像是另外一個他從過去回來 對啊 還有C特勒的什麼 啊 阿 阿 我們要走了 有個國人武俠 這些人 深奔背景的嗎 有點跳痛欸 就是嗎 就是二戰時期的那種背景 阿那個武修 怎麼好像有武俠世界來的 有武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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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比較酷 然後殭屍都抄納粹 傳送門 我們走不了了 我到底做了啥 我以為我只會闖救他在臺門 真的 可是就是 大家都還是準 玩得還是玩得太多 但是還是這樣子打 對 還是每個人約約上來還是打頭 對 開心的門 喔 啊角色刺客嘛 就L4D嘛 對 可是他們 可是香師門這玩法 就是會 就是你要守住一個距點 一波一波 然後 你就打香師可以賺錢 抓到錢之後 你可以開新的門 你的領地就會越來越大 然後領地變大 他就賣新武器 就越打越強 越打越大 香師越猛 對 然後他有一個主線劇情的結尾 跟那個 無線模式 對 他就是有一個劇情結尾 對 然後還有一個看你可以活多久 那種模式 就這樣 就是已經算傳統了 從哪一代開始 我已經忘了 但是大家罵歸罵 錢還是套出來了 不過黑色行動是目前 反應前量級 因為他這次好像拿掉了單機模式 這個將是不是單機嗎 因為你可以不拔龜 一般來講不拔龜 他可以連線吧 他都四個人了 對 這一定可以連線 CLD其實很久以前也有出過 就是可以一起連線的那個 多人 多人 單機劇情模式 也是有出過 在五代 世界戰爭的時候 記得我以前玩的時候都是單人 對對 然後他在某一代有出一個 可以四人連線 對對 就還是有一個主角啦 然後他三個就是旁邊原本 會被打死 他的隊員的之類的 然後現在變成可以一起玩 那時候玩起來 確實是很有那個 比較好玩的感覺 一起闖關 然後經歷那個的感覺 很有戰爭感 因為你確實會倒 然後我們那個時候就發病 那個時候就年紀起碼 集了四個解氣方剛的 一定要玩那個最難的 老兵難度 那就有人倒了 就有人倒了 就有人倒了 而且他好像死了 一個人死了 好像就game over 一個人死了就game over 沒有拉起來就死了 所以你一定要想 不是就是因為你倒了嘛 倒了你都一直歸零 死了就死了 然後就game over 就你這四個人要一起獨黨 所以有人倒了 就大家想辦法救 這麼難 很high 到時候就是兩兩一組 然後真的是同袍情誼 撲撲血 我這邊有血包獻給你 止盪啊 就很好笑 那個時候 不過那也很久了 好 這樣沒有合作感 是啊我覺得合作感是很重要的 殭屍會曾經有深度的遊戲彩蛋 喜歡殭屍的粉絲可以進行享受 就是我們剛剛看了黑色行動射殭屍模式 是 我現在自己是還好 沒有很愛打殭屍遊戲 有點膩齁 因為他這種就是 除了他有關卡的話 我們這樣打一打還可以理解 但是他如果是wave型的 就是你就是四個人進去嘛 你打一打你會升級 然後你就越來越強 這種遊戲我就不太玩 因為他也沒幹嘛 他就純粹的殺時間 好 那我們最後 來 大家一起看嗎 影片 是不是 台灣帝王有去PYOB 都做了就看吧 對拍了個影片 來來來 我們來看一下台灣帝王精緻的影片 大家好 我是LZ 我們今天來到 帥喔 我們還幫他的那個 Rising Evo卡通告 大家 那我們等一下呢 就進去認知其他 實況集 有啦 有啦 因為想說大家辛苦了呀 所以我們 再一點小點下來 靠大家 十點之前 是不是不是 真的可以吃這個 大天神 太好了 要不然你要吃這個就好了 快啦 還有很多喔 還有很多 你要多吃一點嗎 我們不是整人節目 你看也超奇怪的 不是整人節目 不是整人節目 就是你的表情看起來太 太詭異了 大家都覺得你是不是 比較有知識 可是我已經被握過了 對啊對啊 我記得我那個時候 假設是 欣賞還在打磨 欣賞 欣賞 可以可以 人是現場 人是草莓嗎 這已經去現場 一大堆 等一下 好險 對 對 好 謝謝你 你在這個狀況下 爺喔 他秀一下 自己賣卡被扛了 不好聽的話 也不是不好聽的話 我一直 就是第一句避免 跟L1間 因為我知道就是 有一句 我也是 我照看他 那個錯的太急 可能那個味道太重 學大 今天看本來 只要學大看我 真的是一個 觸犯實施的劇情 剛剛那天才跟觀眾聊 就好 沒錯 看我們有力 看我們才學 看不出來 你學大看我 真的是 大家都說我鼻子 特別像流流 真的真的 欸有下 學大 學大 這個人口 學大 三個臭屁醬 吹捧 吹倒 天洞亮 瘦瘦精壯 不知道他精壯嗎 這瘦瘦的 跟大家推薦 音樂遊戲 因為 實況內容 還是希望比較多元化 大家可以看到 比較故鄉想看的東西 等一下這個 等一下 這裡面都是 文位的 請問這個林池 你個人偏好 是不是 我們只有這個 整袋全部粉通通 你有吃 你有聽過草莓甜嗎 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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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應該知道 他應該知道 好 弄走 都被拒絕了 都被拒絕了 看這麼辛苦 真的 對 有什麼東西 有 草莓卵 跟 藝惡 還是想要吃 草莓的 我們的 我為什麼覺得 你拿給我這些東西 就特別有一種 很 猥褻的感覺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不知道 新刀老 新刀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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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可以選 軟他 巧克力然後還有POP 那我要軟他 我喜歡 沒有我喜歡日本 好喔 輸了什麼 不是不是我沒有說什麼 我第一句話是你輸了吧 好 好可憐 我沒有輸 等一下大語太 他什麼 還是一定要吃 因為你要吃到飽也可以啦 好啦我們今天的任務 穿日 滿達成啦 你看我們草莓 草莓商品今天就剩一點點了 快要著售一空了 好不好 那 做了這麼多 關於草莓了 你說他在送一代就是這個時候 春天草莓記 該找誰代言了吧 好不好 唯一指定好不好 像明年 草莓天博士 我覺得你還是有出現吧 明年 記得 一大便 草莓天博士 今天就到這邊告一段落了 大家 拜拜 永遠不會有結束的一天 什麼東西啊 為什麼錄不完 是不是 我覺得你還有去秀一下嗎 沒有 我不知道他們在錄影 我原本要過去打招呼 然後過去 糟糕他們在錄影了 聽一下這錄什麼 聽一下 原來還是有參與感的 漸漸的現場呈現了一股快活的氣氛了 是 看來這個節目 意外的還是不會倒 到底什麼時候 還可以再撐一陣子 怎麼這麼久 撐你八字有一撇的時候就可以了 八字有一撇的時候就可以了 八字有一撇可能比較缺錢 可能又不收了 趕快八字有一撇吧 哇 好 那以上就是我們LZ在那個 BYO P現場的一些小紀錄片 也看到很多熟人 也看到學大看我 對 學大看我就是早期的時候 就是一個普通的幹話 然後因為一直講 就變成一個梗 就是在採學那邊 就 就時日至今 已經過了很久很久了 他竟然變成了 可以打到魔物第二名的一個 一個 學大看我已經變成一個精神象徵 真的也變成對名了 而且 他們自始至終 都只是希望我們 學大可以看他一眼 好不容易打到第二名了 感想也是 希望學大有看到 不管你打到我都不會看你的 真的 可是 哇我覺得這個好實施 你知道我在台上 不管怎麼訪問他們 給我的感想都是 希望學大看到 真的 我真的覺得這個很好笑 好像現在父母可以看到 他自己的努力 一心一意 做了這麼多 只希望學大可以看他一眼 但學大還是不會看你 真的 這種感覺跟病交模擬器很像 很像什麼小說 什麼故事的劇情 真的 我覺得這個可以畫成 午夜的小漫畫 可以可以 如果我會畫畫就好了 我一定畫出來 好 你可以現在開始學畫畫 我不要 沒空 你現在應該沒什麼時間畫畫了吧 真的好忙喔 連自己開台都很少 真的有點少 我在想 你要補掉那個時數很困難 不然我以後就帶繪圖版 然後沒事就在樓下畫畫好了 真的我也這麼覺得 比你刷GBA服有意義多了 好喔 對對對 不要再想認識什麼女空旗士了 做不到的 好喔 算了吧 我還想要學小提琴啊 那你要學股票啊 你知道我隔壁的那個 我隔壁 你知道麥克是誰嗎 他還說他會小提琴 然後他說他要帶來教我 這麼好 他會小提琴 既然他要教你 那你就學起來吧 好學起來 我在節目上拉給大家聽 沒有問題 太好了 好不好 等我學起來了 就在今年的這個聖誕節了 有點急 有點太趕了 拉個小星星也可以 有點太趕了 好了 我們今天拖了有點長 我們等一下下一趴要來打一下電動玩具 上個禮拜不是說有那個嗎 哪個 就是什麼輸的 最後一趴 其實這一次有做出來是不是 對 還是有趕出來 那沒有問題 我們就下一趴來打電動 休息五分鐘